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条件那么多 所以我们的房子很能摆设 能不能更简单一点 笑一笑我跟他说 你平安才能简单 你不平安的话 再简单也没有用 所以信众大德 误了 要达到平安 你只有一个方法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不要去换了风水学的大计 你就会平安 否则的话 任你怎么样的 我没有时间 我不相信 那都是可以自由的 但是 家里的人住的不平安 你也没有办法来排解 解除平安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大家 风水学的奥秘 这本书要多看 我不厌其烈地 说明风水学 对家庭 对事业 对小孩子的健康 夫妻的感情 这是相当的关系 所以我奉劝大家不要忽略 风水学的原则 有如我们床位 不安在卧室的门口处 就是卧室入口 你安在这里冲着门 那个会睡不着 晚上多梦 心神不安 多梦 所以我看过一些小孩子 往下睡 睡在地上 我跟他说你这个床位移开 移到中间来就好了 否则了他 小孩子心是不安 常常以为在睡觉的时候有人走进门来 踩着他的胸口 踢到他的身体 这个常常会发生的 在我们床位的摆设 一定不可以患上这个大忌 床位不可安在卧室入口处的旁边 入口处的旁边 那就会患了心神不灵 这个问题 有如你办公桌也是一样 办公桌 你坐在门口一冲进去 也是坐不住的 办公桌也不可以 如果是患了这个毛病 你就会头脑不好 办公桌会做这样 这个门冲来 办公桌也不可以坐 床位更不可以坐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